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才在芬兰首都地会晤刚刚结束没多久,双方当时都有一种相见愤晚的感觉,而特朗普也有一种和普京会面上瘾的感觉。 所以又再次邀请普京去白宫游玩,按理来说双方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才让人真正了解到美俄两国到底是怎么样的。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大使向联合国申请,剥夺美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这不摆明了,要正面与美国叫嚣了吗? 常任理事国是每一个国家挤破脑袋都想要进入的组织,因为他的一票否决权能够做出对自己国家非常有利的事情。 但是如今俄罗斯却要将美国踢出局,这种事,特朗普怎么会答应呢?但是还没等总统开口,黑力又出来抱不平了。 此次提议完全就是俄罗斯在齿裸裸地挑衅美国,想要激起两国之间的战争,打破之前的和平,希望俄方慎重考虑,毕竟现在是和平社会,动用武力可是不好的,现在各界都在关注联合国会有和说法,尽量和平解决最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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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